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影迷尖叫屋,我是Viola 最近是金马奇幻影展的时间 所以今天的主题虽然不是要以影展有播映的电影为主 但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些跟奇幻旅程有关的作品哦 首先就让我们来听第一部新片的介绍 施房菜 Body Shop 香港导演云翔最新作品 一部超乎所有想象,突破尺度极限 又令人惊心动魄的狂野奇情立作 今天要介绍的第一部新片是一部香港电影 不过Viola觉得最奇特、最奇幻的是 先不要讲电影本身的内容在讲什么 我光是要介绍的时候看到它的上映日 我就觉得很奇怪 算是4月7号,可是这明明就是这个礼拜 4月14要上映的新片啊 还是它4月7号的时候有口碑抢之类的 不知道,但反正我觉得这部片带有非常奇异的风格 所以想要介绍给大家 刚刚听到这部电影的片名叫做《诗房菜》 《诗》是尸体的《诗》 所以其实Viola看到的时候想说 诶,这会不会是恐怖片啊、鬼片之类的 但是它的确有一点相关 可是我觉得它应该不是走恐怖路线 它的故事是讲惨遭心仪的长官跟变态恶徒 连续轮抱的小兵雅琪 她在绝望自尽之后变成孤魂野鬼 但是她也展开附身在活人 然后周游列国的奇幻旅程 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有趣 而且这跟关于我和鬼变成家人的那件事 其实也有点相像 因为故事当中同样都是有鬼 然后是男同志的故事 不过这部电影应该不是爱情片吧 但也是有可能 因为你知道就是其中一张剧照 就是两个男生 我不确定哪一个是鬼 互相按摩的画面 而在雅琪变成鬼之后 他在日本偶遇明星贺飞 然后跟着他到巴塞隆纳 跟DJ男友丹尼尔相会 诶,如果说这个DJ男友丹尼尔 是贺飞的男友的话 那我猜那张剧照应该就是贺飞跟丹尼尔 在巴塞隆纳的时候互相按摩的画面吧 然后之后雅琪他又到曼谷 跟他久别重逢的跨性别姐姐苏琪互相疗愈 最后抵达香港 跟同为游魂的女孩 联手拯救生无可恋的音乐家 诶,听到最后怎么觉得好像有点励志 反正这部片应该不是恐怖的 不过虽然是香港电影 施房菜的故事其实是起源自台湾高雄 而且还跟着片中的鬼主角 一路造访日本的自杀圣地 青木原树海 还有充满西班牙国宝建筑师高地美丽艺术建筑的巴塞隆纳 泰国活色生香的大臣曼谷跟 亲近悠闲的北都青麦等等 所以光是享受电影中的美景应该就可以身心舒畅了吧 接下来要介绍的这部新片也是给人非常奇幻的感觉哦 一起来听听看他的介绍 Muholland Drive 木荷兰大道 大卫邻区毕生最出名且备受赞誉作品 女子在一场车祸后失去记忆 潜入迷宅又遇上另一名女子 故事描述一名黑发女子遭杀手索命 因车祸逃过一劫 随后空屋主人的侄女前来寄住 发现是一女人 帮助她一同寻找宣誓的真相 女子仍然失败了 今天要介绍的第二部新片是一部经典重映 是法美合资的木荷兰大道 这部电影的经典程度应该是没有看过的人 也多少听过吧 是说Violla一直到要去美国交换之前 因为我要去的学校的英文系 有一个老师开的课是研究David Lynch的作品 我才发现他的作品我好像一部都没有看过 如果你跟Violla一样的话 这个礼拜经典重映的木荷兰大道就可以去看一看 在这部电影当中 David Lynch以他一贯的迷离风格 还有各种故弄玄虚 令人散入飞飞的角色 把观众导入一个梦幻跟现实的模糊边界 可以说是建构出一个大迷宫 这部电影在当时被BBC评选为21世纪百大电影第一名 这次就是以4K数位修复版上映 所以电影讲的就是一场梦 一场车祸 还有两段惊心动魄的发展 刚刚在介绍当中有提到失忆 算是说台湾人应该在八点档当中 已经看逆了失忆这件事情 可是其实人本来就有可能会因为车祸这种大型的创伤而失忆 或者是罹患失语症之类的 所以在这部电影当中 我们就可以看到一场神秘事件 一个悲伤的幻梦还有一个爱的故事 是David Lynch为了21世纪而存在的电影 后劲非常强 也是影史上最被讨论的结局 电影是将近两个半小时的长篇 不过以前的电影本来就长度都比较长一点 演绎出一部梦幻跟现实交错的迷离作品 整部电影就像是一场醒不来的神游梦境 有可能大家在看完之后还会想说 我到底看了什么 到底什么才是真相那种感觉 因为女主角就是从车祸醒来之后失忆嘛 所以她就跌跌撞撞下山进入洛杉矶 可能也不知道有没有受伤 然后睡在一间无人公寓里面 与此同时在一家小餐馆 有一个紧张的年轻男人 也在对一名沉着的中年男人说着类似的梦 光听这些描述就会让人想 会不会也有类似你的名字 那种交换灵魂的感觉 总之就是一部非常适合 最近在奇幻影展期间看的奇幻旅程电影哦 在进入电影Top007 继续跟大家聊其他两部 堪称为奇幻旅程的电影之前 Vaila要先带大家回顾一下上个礼拜的前三名 上个礼拜第三名有两部 6565恐怖行星 还有Dungeons and Dragons Honored Among Thieves 龙与地下城 这里吧有一些新上榜的作品 榜单也有一些异动 先来听听看第七到第四名 Top4 AIR 谁是个玩家吗? Michael Jordan You'll motor in Hot your life's the light I can find me Scream 6 Jingsheng Jianjiao Please,please help us You got a problem here,guy? You got a problem here,guy? 最近真的有太多值得到电影院去看的电影了 光是在第七到第四名的这小小的两部当中 Viola就是在清明廉价的时候 自己到电影院去看了Air Air讲述的是Nike 他的Air Jordan系列 也就是跟Michael Jordan合作的这个鞋款 当时成功签约的故事 虽然说整个故事是建立在真实事件上 但是Viola觉得他还是可以称为奇幻旅程 因为在电影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 Max Damon饰演的主角 他当时根本不觉得Nike可以成功跟Michael Jordan签约 我们现在讲到篮球啊或是篮球鞋 甚至就只是运动品牌 一定是会想到Nike啊 Aeditas啊 甚至很多人可能喜欢Under Armour 大家可能都会有自己喜欢的品牌 那Converse当然是很大肩 可是大家应该没有想到 就是其实在当年最红的篮球鞋是Converse吧 因为大家现在想到Converse就想 帆布鞋 它可能是比较休闲 然后比较潮的一种品牌 但是大家不会把它跟运动鞋连结在一起 甚至还是篮球鞋哦 不是只是跑步啊 或者是走路这种比较不会伤脚踝的运动 所以当Vaiola最喜欢的球队富邦勇士的张宗宣 他跟Converse签下合约的时候 我其实也是跟其他人一样觉得很奇怪 就是为什么要跟Converse签约 因为他们又不是做篮球鞋 其实很久很久以前的确是哦 那当时Nike的市战率其实甚至是排在第三名 就第一名是Converse NBA的All-Star全明星赛 甚至是穿Converse的鞋款 然后第二大的是Adidas 第三才是Nike 你想说第三还是很大啊 可是当时Nike的篮球鞋 或是应该是篮球鞋 因为Nike是做跑步鞋起家的 很难想象吧 大家现在应该不是这样的区分 然后那时候Nike的篮球鞋 市战率就是有15%而已 第三大只有15% 你就可以想象前两家 他们占据了多少的市战率 所以Math Damon饰演的主角 他并不认为自己能够成功 前到Michael Jordan 可是在他弃而不舍的努力之下 最后还是成功了 然后后续的事情就是 英文就是The rest is history 我们大家都知道 Nike跟Michael Jordan就飞黄腾达 他们也算是互助啦 因为毕竟Michael Jordan是靠自己的努力嘛 可是Nike有算是有远见 看到Air Jordan系列的可能性 当然其实这部片还有很多东西可以聊的 如果他下个礼拜还在榜上的话 Vaola再来跟大家分享 更多电影当中有提到的小知识哦 先直接进入今天要聊的最后一部电影 看看他在前三名的哪个位置 Top 3 His only son Why Isaac? Because the Lord commands it Zizimei 灵牙之旅 Top 2 Dungeons and Dragons Honor Among Thieves Long与地下城 Gao贼荣耀 John Wick Chapter 4 Chan Wei任务 4 Top 1 The Super Mario Brothers Movie 超级玛丽欧兄弟电影版 我们很漂亮 我都得了 没问题 这个礼拜的前三名真的是竞争非常激烈 其实法洛拉也蛮想要聊直接冠军的超级玛丽欧兄弟电影版 因为他的评价目前非常的两极 我本来其实也还蛮想去看的 但后来就觉得 嗯 我最近已经就是自飞 看了Air跟龙与地下城盗贼荣耀 就觉得嗯 玛丽欧我就先隔着好了 但是我觉得玛丽欧还会在榜上很久啦 龙与地下城在台湾受患的程度我就不太确定 所以今天法洛拉还想要再继续跟大家聊一下龙与地下城 他整个就是奇幻旅程 这应该不用多解释 而在电影当中呢 剧组可以说是在跟奇幻生物相关的镜头都施展了魔法 维尔拉跟男友还有朋友看完之后我们都觉得 其中有一个场景是多利克变身成家营 苍蝇的那个营 家营潜入城堡里面去窃听情报 然后被发现的这个一镜到底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这个镜头很有可能是整部电影当中 花费的经费最多的地方 当然我们本来觉得他是不是几乎都是用特效 结果查资料才发现 当然啊 变身的过程就是从某个动物变成另一个动物 这些过程当然一定都是透过视觉特效呈现 但是动作戏本身居然是有很擅长跑酷的特技演员实际完成的 也太强了吧 我觉得这个是我看过动态捕捉技术应用最酷的地方 就是你因为可以跑酷然后用动态捕捉就不用用特效 要来处理这个画面 那也因为他们是用动态捕捉技术 所以在拍摄的时候是真的有一个人在你前面做这些跑酷的动作 摄影机啊跟周遭的人群就可以很适当的做出反应 另外电影当中有一只肥龙 他肥龙的动作也是参考短吻二啊 还有过重的狗狗跟海豹是怎么奔跑跟移动的 我觉得这两点真的是太有趣了 就可以想象剧组在制作这部电影的时候 真的是非常认真考虑这些生物在真实世界当中会是怎么样移动 那毕竟电影叫做龙与地下城 龙就算不是主角也应该要算是重点配角 所以他的原版游戏当中其实对于每一条龙都有非常具体的描述跟规格 就比如说这条龙多长啊 他有几只脚啊 然后鳞片什么颜色 哪里有受伤 我觉得这应该都是有列出来的 所以剧组就觉得他们要先从规则书里面的描述下手 再加入一些自己的想象跟创意 希望可以颠覆大家对龙的期待 然后同时在可以发挥独特创意的前提下 也同时兼顾原创传统当中的精神跟形象 也就是说让玩家们不会觉得 这个龙跟我记忆中的完全不同 但是也不会让 也不会让其他的观众觉得 哦龙就是那样子 所以在龙与地下城里面 他也没跟其他文本当中的什么不一样嘛 总之Viola觉得看龙与地下城真的是一段 非常精彩的奇幻旅程 非常推荐大家去看哦 以上就是这一集的节目 希望大家还喜欢今天的奇幻旅程 我是Viola 我们下礼拜见咯 拜拜